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进入到一种防守状态中 而这种防守状态其实是我们在市场中也经常会遇到不顺的行情 踩不对的节奏这个过程中对我对自我的一种风险管理 仓位管理 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能赚多少钱 要的是我们亏的少甚至是不亏钱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去前行 那么行情这个市场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句话 永远不缺的就是机会 那么风水轮流转 那么今天这个盘面我可以说看到了 美金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我觉得今天这个行情 我们在不需要用这种防守的状态去操作 或者去看待了 今天我觉得是可以攻守兼备 甚至我觉得今天这个行情跟周一的节奏 应该都是八九不历史的 所以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节奏 首先回顾一下 那么今天早盘的时候 我在录直播之前 录这个视频之前 我有看到大家在群里面讨论 昨天咱们这个原油 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节奏 这个模型 大家看看 又是一个熟悉的味道 是不是又是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个纽币的这个节奏 纽币之前的这个节奏 大家看一下 这一段 对不对 是不是又是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走势 那么还是在原油这个位置又体现出来了 这个点继续空 继续空 那么现在原油走势 现在依然还是看空的 但现在没有什么进空的位置 昨天这个位置是一个不错的空点 那么如果有注意到的 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去欣赏欣赏 可以去复盘复盘 虽然说是已经过去了 但是其实呢 这种模型 大家再去深耕 这个在自己的心中的时候 下一次你看到了 你就会非常敏感了 这是一个点 另外呢 就是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 今天的重点其实不是英镑 但是跟英镑有关系 是咱们的整个的棒戏 咱们今天整个棒戏 可以说是节奏非常好 但是英镑本身 它的一个走势 其实我个人认为 它现在走的并不明朗 并不明朗 因为现在这个状态 逐渐的在高减排队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在一个来回震荡的 一个状态中 这个来回震荡的状态中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不到去做多的位置 你也很难去用 这种回档去描述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 大体上去猜 到时候可能走到这个位置 我们是可以选择看一看 有没有这个多的机会 但是棒戏 今天确实都很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 棒戏 我们先说棒锐 棒锐 那么这样一个震荡的行情 比棒日 也是个震荡行情 比棒日更提前的去 来到了下岩附近 那么下方四小时级别的 这个点的一个打点多 那么就非常的舒服了 整个的节奏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清晰 而且下方 前方两次踩过 前方两次踩过 那么它本身就是个震荡结构 让这个震荡结构 去做一个打点 问题不大 但是有一个细节要注意 因为它的级别 稍微有点大 级别稍微有点大 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 去等它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尽量去关注一下 一小时以内的 这个级别的一个小刺头 如果有明显的这种反应 我们去参与 最好 这种位置其实可以 不用太左侧 不用太左侧 可以稍微关注一下信号 然后我们的参与会最好 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机会 另外 棒加 棒加 大级别的东西 大级别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看了 它其实也是棒系 大概也都是在一个 整个震荡的过程中 那么四小时级别上 大家看这里 还是一个震荡 那么这段 其实也跟这个没关系 我们只看这一笔 日内 一小时级别上 今天这一段上来的话 朋友们 这里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 正会党的位置 非常不错的 正会党的位置 而且现在这一段 逆动能 其实是非常强劲的 非常强劲 其实我个人想法 有可能 不一定会走到 正会党的位置 有可能就是走到 在之前这波 趋势线的这样一个 反压制线 这个位置附近 就有可能会下来 所以大体上 我认为 这个单子要想做好 76.4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了 76.4到上方 正会党的位置 这个区间 我们都去参与 区间进场 然后去做一个折反率 这样这个单子 就可以吃透了 就不错 那么这个行情 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说 这样直接上来了 我就不要去想 直接进 这个行情 如果说什么情况 会走坏呢 比如说突然 横盘了 或者说 因为这一段 跌下来 然后来了个震荡 这段来个震荡 来了个横盘 然后你再上来 那这个味道就不对了 这个咱们就可以 到处再就 再再看了 就不是咱们 今天这个预期了 好吧 这是一个重点 另外的 棒扭 棒奥都还不错 棒扭 大家可以看 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 上涨结构 而这个上涨结构中 大家看到 这里上来一笔之后 下来调整了一下 那么这个调整的一下 没有达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 暂时还无法去做多 那么日内的话 如果说这个行情 现在上去 到前高这个位置 那么其实现在 目前是一个震荡的状态 那么上方这个高点的空点 又是一个震荡的位置 那如果说 如果这个行情 到时候还能再下来 那这个位置又是一个多点 又是一个做多的位置 所以这个节奏 其实就非常舒服 它跟这个棒扭的节奏 是有相似之处的 就是今年日内 先涨后跌 大概是这样一个节奏 棒奥 棒奥呢 整体这个走势 那么整体也是涨势 涨势呢 大级别上 前方这个高点 是有一个压力的 但这个压力 其实从目前的角度来讲 我昨天给大家讲过 直播的时候说过 这个压力 没有给到大信号的这种 大的这种强力动能的时候 它的这种压力效果 其实不明显 我们可以忽略 不用看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其实没什么大的压力 还是在往上走 只不过是一个减速而已 那么现在这种状态 日内有两个凑速机会 第一个下来到这儿 打点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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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一个震荡的位置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说再上来的时候 也可以做空 但这个空 可能没有棒扭的那个空更好 这个空也还行 也还行 但没有那个棒扭的空更好 所以今天其实棒锐 棒奥 棒扭 棒加 这些棒戏的交叉 今天整个的节奏 在咱们回档的这个模型下 基本上已经淋漓尽致了 我们已经把它分析的淋漓尽致了 我觉得参与的过程中 只要我们进场区域合理 去做一个对错 我认为这些都不错 这些机会真的还都不错 我觉得也都算是一个高概率 高概率策略 另外就是棒戏的 我们已经今天重点都说完了 我们说一下就是今天 还是有几个品种 还是我们说 今天是进攻已经说完了 还是要说一下防守 还是有几个品种 要建议大家不要去参与 比如说每日 还是不要参与 还是不要参与 那目前这个走势 还是在一个第一次中 低位横盘 没什么好做的 多空都没有什么好做的 不要去参与 然后黄金也一样 战士也没什么方向 没什么好参与的 大家不要去看我这个图画的怎么样 我只是大概去分析一下 但是确实不太好分析 这个走势没什么好看的 它就是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 今天那么整体的节奏 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么有些人说欧元 欧元和美瑞 我大概提一下 欧元和美瑞 我大概提一下 欧元这个走势 昨天晚间直播的时候 我有提过这里 可能是一个反转位置 但是现在走势又上来了 上来的话 现在这个走势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什么 三角形上行的过程 在反弹过程中 就是因为这一笔下来 整个这一段 其实对于它来讲 是一个反弹 对吧 那么这个反弹出现了 楔形整理的状态 楔形整理 楔形形态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反转形态 对吧 那这个反转形态的话 大家小心 要小心 有可能会出现 逢高做空的机会 逢高做空的机会 所以大家注意关键位置 今天的这个1.0925附近 这个压力位 这个位置 我觉得大家可以要注意一下 美瑞 我个人其实也不是特别看空 那么在这个位置 附近 我觉得也是有这样一个 做多的问题 做多的这样一个支撑载的 做多支撑载 但是需要去观察一下 需要去观察 当然这个美瑞 也跟咱们今天这个傍瑞 是有这样一个 同相关的一个状态 那么刚刚说 傍澳 傍扭 傍加 都是逢高做空 正党 这个回党的操作 而傍瑞 是逢低做多的操作 那么这个 其实跟咱们美瑞的节奏 就会有类似 就会有类似 所以咱们还是要 两者之间 两者之间 来回去观察着看 好吧 那这些重点 都已经跟大家铺完了 那么我说了两个 我主观的预期 欧元我可能是 逢高会看反转 那么美瑞我也会去看 上涨 逢低去看 多的这样一个思路 但是现在需要 去关加信号 而今天重点操作 是咱们的傍瑞 傍澳 傍扭 傍加 好的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交代完了 那么今天我们攻防兼备 好吧 我们在最后这两个交易日 希望大家能够 把整个这一周 所做的这种不顺 通过最后这两天的时间 稳稳的拿回来 好不好 那么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